5号 15号 1号 1号 2号 1号 1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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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2号 观若因发现生活的艺术 您听唯妙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阮喜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 印度音乐的摇篮 我们欢迎 音声 艺术家佩元 AKA E.T 那我就叫E.T.好了 好不好 或是叫E.T.犬 E.T.犬 佩元好了 我叫佩元 欢迎佩元你好 嗨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个佩元 今天要讲印度音乐 因为他去印度 学习到很多东西 不只是音乐 那我也请他带了这个 西塔琴跟手蝶 来为我们现场 即兴表演一下 好 那 刚刚 在调音的时候 真的是这个西塔琴的 这个余音 缭绕 很特别 就好像 我最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应该是两年前 对就是我去台中 台中 有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 东斜广场 好了 没有 好了 这个 没有 那就是 就是你知道 我就突然感觉来到印度 或者是像这个东南亚之类的 这种感觉的地区 东斜广场 对 东斜广场 对 突然那个很浓烈的很多画面这样跑出来 对对对对对 但是刚刚我就请这个 一提稍微帮我演奏一下这个挪威森林 因为挪威森林 我们一想到就是西塔琴这件事情 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现场的时候 我是真的是好兴奋 好 那一提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最早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 你叫音声艺术家 那你的音声是声音的音 声音的声 这想一下也蛮好笑 对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定义之旗 这个名字 这很特别 不是声音艺术家 是音声艺术家 我觉得 因为 这是一个好问题 然后 因为其实当我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去印度旅行的时候 我年纪是19岁 然后刚好在学习西塔琴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是对声音艺术 或实验音乐非常感兴趣 所以其实我在学习西塔琴的同时 我也一直在研究声音艺术相关的事情 然后 在19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对就19岁 那很早 对就是我大学时期 然后我都在参加 像那时候 师生记 每一周都有在 每个月办一次吧 所以其实我跟一些 在做实验音乐的人 然后 我们有一起在玩 比较电子的实验噪音 然后 然后后来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我里面有一种实验的生艺术的DNA这样 虽然我最后没有往那边走 然后另一件事情是 我不会 为什么是音声艺术家的原因是 我现在在做的都是音乐 但是我的音乐又有点没有办法定义 又好像不是 但是就很像我觉得这些乐器可能它是我的媒介 然后我觉得我的也不完全是在创以一个音乐家在经营我自己 所以有点像是我把声音艺术加上音乐 然后我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 所以 对因为你很focus在声音这一块嘛 对不对 你这样取你的意思 因为跟你的 对 学的那些乐器 我觉得还有 我在访问你之前做那些资料的准备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你学的民族乐器 其实它的声音都很有一个气场 是 你很快的就可以进入到一种环境里面 那些声音可能 对我们习惯听一些流行音乐的人来讲 他可能会声音比较简单 对 可他重复不断的去循环 就好像带你进入了一个冥想的状态 是 对 甚至你也可以说那好像有一种minimal的感觉 就是极简 不断不断不断的带你 陷入一种 好像你的灵魂超脱了 我会有这种感觉 是 我其实也很喜欢这种很minimum 然后很对因为他虽然很简单 但他也会他的音声又很像是一种很特殊的声响 又不是那么重视旋律性或是乐理的一种音乐形式 可是有时候简单东西他的想象空间很大 所以说我听完那些你演奏的音乐的片段以后 还有表演以后 我觉得这样的乐器 比如说西塔琴 或者是西塔琴可能比较强烈一点 可是像这个手蝶来讲的话 我觉得手蝶可以融入好多种不同类型的音乐 对 这个我们待会示范的时候 一下让大家有亲身体验的 亲身聆听的感受 可是这个我比较好奇 因为一般人来讲的话 你说你19岁那个时候 你就开始对这样的音乐有兴趣 但是这个应该跟你的背景 还有家庭有点关系吧 因为基本上一般的人可能也不会 顶多是古典乐 或者是说国乐 但是好像比较少 就是会接触这一块印度音乐 为什么会这样子 没错 我觉得 其实比较有趣的事情 是我家庭的背景里面 从小 是没有任何机会去接触音乐 然后直到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 所以是 然后因为我们家 我妈妈是出版社的编辑 所以其实我一直是跟 文学出版媒体圈 我的家庭环境是这样 但是我 从小我就一直有一种 有一种 想要学习音乐的渴望 然后或许我在找寻一种很特殊的声音 然后直到 那时候高中开始学吉他 但是那时候 高中都是弹流行音乐 或摇滚乐 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很喜欢 我喜欢的摇滚乐手比较特别 我喜欢的是Santana 就是有那种拉美 然后我喜欢那种已经开始 对世界或是民族的那种音乐 开始很感兴趣 然后直到我大学的时候 反正那时候我也是念书 念的就觉得很无聊 然后我就 大二的时候我就休学 然后我就跑到 然后休学之前 然后有一个 有个长辈 他就给我 给我看一部电影 是和索的纪录片 和索 天哪 然后再 好你继续继续 好OK 从小就叛逆了你 而且其实那时候 和索的是我大学的时候 最喜欢的一个导演 然后他拍的那部片 是刚好是在印度 菩提加也有一个 很神圣的石轮金刚的发挥 所以他那部纪录片是在印度 对 然后我看完那部纪录片 然后也是很有感觉 然后刚好 我那时候就决定 去印度流浪 然后去印度流浪之前 我也在台北 我就听到西塔琴的音乐 然后我就决定说 我去印度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学这个乐器 好 那那个时候家人有什么反应 你突然休学 决定要去印度流浪的时候 我妈就很担心 因为我觉得对一般 就即便是休学 我觉得可能还可以 但是听到休学要去印度 应该家长会很紧张吧 因为一般人不会想要去印度 然后 对 好 那你就去了嘛 对不对 可是去了以后 你一开始就先找好你的 要学习的老师嘛 就是关于西塔这件事情 对 那时候 我去之前 我就有先认识 然后有人推荐老师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去到印度的时候 我是去到 第一个城市是加尔各达 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为你知道飞印度的班机 就是那种 因为是次航线嘛 印度的航线都次航线 所以你是凌晨 三点飞到印度 然后在很昏暗的地方 然后 你一出机场就很多很多的那种 潜客 然后全部都说 然后说 Taxi Taxi 然后或者是有人会说 马里华拉马里华拉 然后就是在一种很可怕 一种很 也不是很可怕 就是很 黑黑的这样子 黑黑的里面透出另外一种黑这样 对对对 然后一堆声音这样 然后你就穿 然后你从机场 穿越到那个 加尔各达的城区 然后背包客栈的旅馆的时候 那个一路上2009年的印度啦 就完全像是一个废墟 就是有那种 好像在冒烟 然后街上 你凌晨三点 就有人在牧羊 然后很多很多 很梦幻的一个场景 很梦幻 然后有游民 然后有各种动物 然后去到加尔各达 然后之后我转了一班火车 我去到泰戈尔的大学 然后我的老师在那边教习他去 OK 那你去了以后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梦幻的开始嘛 那你开始学习呢 你那时候学西塔琴 你学了多久 那一趟因为我19岁去嘛 所以我那时候还有兵役的问题 然后我那一次只去了两个月 然后我在 我在其实那时候只在那个大学 待了两个礼拜 我跟那个老师学两个礼拜 然后我就 因为第一次去印度流浪嘛 所以我想要看更多的风景 然后我就带着琴 然后在整个北印度旅行 你还带着琴去旅行就对了 一定要啊 而且你知道大学生就是很 那时候的心情就很想要背着10公斤的琴 然后走到哪儿弹到哪儿 对啊 跟你看到的风景对话 对啊 弹着有jam这样 然后对 然后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跟大家分享音乐 然后而且要有一点那种虐待自己的感觉 很重 然后背着很重的行囊 流浪很浪漫 你有你知道那个马拉松比赛吗 就日本马拉松比赛 就是都会有一个选手 他就是装扮成 因为他们都会cosplay 装扮成耶稣 然后背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在跑 大概是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你 我脑袋里面跑出这个画面 因为其实西塔琴真的是蛮巨大的 很大 而且而且他的那个 他的保护的那个壳 再加上去就哇 我觉得差不多真的有十字架的大小 真的 好那你那时候去了什么地方 跑了哪些有趣的地方跟我们分享 好 那一趟旅程真的太有趣了 我第一个降落点是Korukatama 是西梦加达的首都 然后我去到了和平村一个地方 就是我刚刚学习塔琴的地方 然后之后陆续我去了 那个另一个是我觉得我心目中很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会去学西塔琴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去到了菩提迦野 然后菩提迦野其实是佛陀震悟的地方 然后我之前一直 小时候就一直在听到一段故事 就是佛陀以前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苦行 然后他其实一天只吃一颗松子 然后他就在旷野中修行 但他最后就等于说非常 他的身体就承受不了 然后非常瘦弱 然后他走到河边的时候 然后他就听到河边有个船夫 然后他载着一个音游诗人 然后他拿着一个独选琴 然后他在 那个独选琴叫Ikta 就是印度的音游诗人的传统 他们会用一个独选琴在演奏 然后他拿着那个琴帮他自己扳唱 然后他就唱到说 琴弦太紧取不成调 然后琴弦太松 然后你又没有办法 琴弦太紧会断掉 然后琴弦太松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弹出音乐 所以其实 松的话就不成音 没有对tone 对 然后所以 其实那个故事 好像也有另一个故事说 他弹了可能是希塔琴或是Vina 然后 其实这个故事在说 就是我们不论是生命或生活里面 要走在一种很平衡 或是佛陀后来领悟到一种忠道 就你要保持一种平衡 然后 所以我就去到佛陀 诚悟的那个 证 诚悟 诚佛的地方 菩提迦亚也 然后后来一去 也去到一个 在印度教非常神圣的 有五千年历史的一个圣城 叫Vala Nasi Vala Nasi 然后Vala Nasi就是 恒河流域最神圣的一个城市 就是其实所有 我觉得在印度 如果你是印度教徒 他们可能说 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要去这个圣地朝圣一致 因为在印度的信仰里面 他们相信 在 恒河里面 尤其是Vala Nasi那段和和是最神圣的 在那个地方沐浴过之后 他们可以洗净他们灵魂的罪业 你刚刚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是以下在聊的时候 你说 印度的种姓制度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弹西塔琴 对不对 对 他们西塔琴 对印度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西塔琴 而且 在谈这个之前 其实很有趣的时候 西塔琴其实很年轻 西塔琴的年纪 其实 我觉得就 差不多两三百年 但 但其实他 当然就是乐器的演化 他有一定的历史 而且 其实西塔琴 反而 他的历史朔源 你去看 如果我有去过印度的话 其实你 大家知道就是 蒙古尔帝国 不是有 随着摩古尔帝国 入侵到印度的时候 然后 他们把比较 穆斯林的文化 淡进去 然后 你去看那些印度的 摩古尔帝国时期的 博物馆 然后 那个时期的西塔琴 非常小一只 然后 其实 那时候西塔琴 很小很轻 就是 他们那时候是游牧嘛 所以他们是 那个乐器 他可以骑在马上拿的 然后 他们带到印度的时候 然后 而且那时候 其实 它是一个波斯的乐器叫SETAR S-E-T-A-R 然后SETAR在波斯语里面是三弦 对 然后后来在印度 他们到印度之后 等于说 不游牧了嘛 所以定居下来 然后 这些乐器他们就开始 以前是辨析型 然后他就开 之后就开始考量到 音色 音色 音量 甚至比较大的话 他那个木头共鸣的程度 应该会比较大 音量会大 然后后来就开始一直演化 然后变得越来越完善 然后更 让他更适合 在宫廷里演奏 因为其实西塔琴是宫廷音乐 所以它其实非常贵族 然后所以在印度 听西塔琴的 我觉得它都是蛮 很有文化水平 或是我觉得算是一种精英的阶层 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一般 像你刚刚讲种姓 我觉得一般人他们是 甚至平民 他们是没有办法碰到这个乐器 而且在印度的传承里面 其实不是我讲种姓之物 种姓之物其实 就是你的 有点像是在 很久远以前 你的姓氏就界定了 你可以做什么 就例如说假设 软喜 越南是大姓的 但是我查过 你知道为什么 软在越南是大姓 其实他们有灭姓过 我查过 就是某一个时期的皇帝 他上位他就觉得比较好管理 跟比较好分别就 管理 就把大家都很多都定为姓软 但是那我就查出 那是不是还是有人 去保留他原来的姓 其实是有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不过软真的是在越南 常会被问是不是越南 对 我记得去吃越南菜的时候 他们都好 阿姨好像都姓软 对 OK 你继续说 刚刚讲 所以说其实在 印度的种姓里面 就是有点像你一个姓 只能 假设姓软就只能 你子孙只能做摄影 可是这个 对于外国人来讲 并没有差 如果你想要学习塔琴这件事情 其实对外国人完全没有差 但是 而且甚至外国人去到印度 我们对种姓之路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 甚至是 因为我觉得 以印度人来说 他听到哪一个姓的时候 就 这个是做甜点的 那是皮疆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感觉不到种姓 然后 我们去学印度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我们 我觉得外国人是享有特权的一个群体 所以其实 而且我觉得加上印度人很希望 这些外国人来学习印度文化 因为他们是很欢迎的 对 但是当然 就是当你要最后进正式拜师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严格 好 你后来 因为这一开始去的时候 是一个 有点像是内心的呼喊 和索的呼喊 对 那你到那边 你一开始学习 但你就像你刚刚讲的 一开始上课并没有上很久 你就开始旅行了 那等正式 后来你那一次在印度待了多久 我那次总共待了两个月 待了两个月 后来就回台湾 对 那回台湾有继续学阅吗 有复学吗 后来有复学 有复学 有有有 那等你后来再决定去印度好好拜师的时候 又过了大概多久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其实 我是每 因为每一年的冬天 然后那时候在印度的季节 它其实是干季 然后刚好就是那种寒假的时候 一月到三月 然后它其实是印度最适合旅游 最舒服的时候 所以我后来就是每一年的冬天 然后我都会去印度学习 然后我总共去了五次 五次 然后每一次差不多就在 在那边待两个月的时间 OK好 那你说的拜师 真正拜师的碰到的这个难处是什么 这个是 我想想看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讲一个 印度文化的师徒制的观的概念 但我觉得其实亚洲 甚至我们 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可能也有 比如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然后 这个东西现在很淡薄 现今社会已经有淡薄了 OK 对 但至少我们这个 我们的社会里面有这个词嘛 对对对 对就是 例如说西方文化 他们没有这种概念 对对对 对 华人社会比较有这种有概念 对然后但是在我觉得在印度的他们的师徒制很极致很极致很极端 然後基本上,他們,印度的師徒其實就等於說你要完全的,怎麼說呢,老師有點像是把你打造成一個容器,然後把他的知識貫注到,當他把你打造成一個他認為完美的容器之後,他就把他自己的知識原封不動的, 倒到你這個容器裡面,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印度拜師最難的事情就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大家都很重視去自我追尋,或是我自己的特色是什麼,但在印度的拜師裡面,他是非常去抹殺你自己的人格特質,然後你是要完全繼承老師跟他的流派,然後你要成為他流派的代言人, 所以他很嚴格,然後很痛苦了,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如果你,聽起來是蠻那個的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被西塔琴美麗的聲音吸引,然後跳到一個火坑裡面 好,OK,這個突然就沉重了起來,那我們現在來談一下西塔琴嘛,如何 跟聽眾分享一下,順便我們也讓聽眾了解一下,因為西塔琴這個樂器,我們,包括我,我其實也不是很了解 西塔琴的這個樂器,它有幾根弦? 一般來說差不多19到20根 19到20根弦 可是你這個是比較,弦是比較少的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有雙層的弦 是這樣的,因為我遠看的話可能看不清楚,它其實雙層 而且它的琴橋,它的那個琴艷其實有個立體的結構 非常有趣 這個很有趣 有兩層的琴弦,就是上面那一層是演奏跟節奏的弦 然後下面的弦是共鳴弦,我可以抬跟大家聽 這是下面的弦 下面的弦就是比較靠近這個共鳴的音箱那個地方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稍微 然後上面的弦就是來演奏用的 演奏用 OK,那它總共有幾個音啊? 其實它有兩個八度 然後但它比較好玩的事情是 它的琴格是可以移動的 真的耶,我靠,好酷喔 對,因為其實在印度的音樂是 它是,印度音樂是有微分音的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因為印度的 譬如說,Doremi Faswa其實有幾個音? 七 那在印度音樂他們相信音樂跟我們人體的精細能量系統 麥倫是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七個音對應到七個麥倫 然後但是在印度的系統裡面就是他們有微分音 就是其實在每一個,每個音裡面它都可以區分成 可能差不多最多可能九個音 比較古代的時候他們微分音系統非常的重視 但是近代其實太複雜有點失傳這樣 那我們可以彈個古的嗎? 古的我也沒學過 但是我剛剛推琴格就代表說它可以自由移動 所以它可以挑,你可以自己選擇那個微分音 對,所以它不是像說,你說吉他它的琴演是 它的琴格是琐死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演到微分音 然後這個是完全你全部都可以自己移動 然後有一些流派它可能說我不要這個音 它就把一個琴演拿這個 一個琴格拿掉這樣 好,那幫我們演奏個一曲吧 通常西塔琴有沒有什麼 演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那種standard的曲目 就是常常會被拿來演奏的 其實沒有,在印度演奏西塔琴的旋律的系統 我們叫Laga 然後其實大概有300多個Laga 但它可以簡化成10種 然後Laga其實有點像是吊飾迎接的概念 所以它其實可以簡化成10種主要的吊飾 好,那我們就來個一曲吧 好,要喬一下 那個 因為那個配員剛出關 幫你打一下這個預防針 我剛剛才結束一個七天閉關 然後我的肌肉有點不太協調 所以請大家見諒一下 好,ok 我調給你喔 好,ok 沒關係,待會兒這段剪掉 好 你好,跟我講喔 好,ok 太好了,可以 好 好,ok 好,ok 我好 好,OK 我好,OK 好,OK 好,OK 我好,OK 好,OK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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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樓弦最多你可以做到五度 就是例如說你可以從 兜推到手 然後你可以做這樣的樓弦的時候 其實他們很喜歡做一些 例如說 譬如說我彈這三個音 三個音 然後我可以直接用樓弦 然後這個樓弦它就可以模仿銀唱的 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吉他手 比較年輕的然後彈R&B 然後他們也很會用吉他去模仿 R&B靈魂樂的轉音 然後我覺得跟希塔琳的感覺是有點像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廣闊的一個世界 就像你剛剛講 因為我剛剛覺得有個很我自己觀察到的特點 就是其實希塔琴可以有很多種詮釋方法 甚至他連琴格都可以去調整 但是如果你走到了很傳統的 要詩成你老師 你可能就定了 你可能就是一直走那條路 然後你就不可能還來什麼 如果你要用希塔琴 要跟搞不好跨音樂的類型都不行 是這樣嗎 可是我想問一個東西 那為什麼Ravin Shankar 就是最有名的希塔琴大師 那也是現在的年輕人應該比較知道 就是他其實是Norah Jones的爸爸 那為什麼Ravin Shankar當初可以讓他的東西 他可以開始跨界跟別人合作 甚至他可以讓他的學生 比如說George Harrison 跟他學完以後 會去跟皮特斯的音樂做結合 這就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他可以 他甚至還來參加Newport 因為我剛剛看完紀錄片 爵士音樂節來做演奏 這個可以稍微聊一下 這個是很有趣的 可以 我覺得基本上Ravin Shankar為什麼可以去做跨界 是因為他的上師Guruji叫他去做 所以還是上師的想法是怎麼樣 上師允許他去這樣做 然後其實很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現代在做這種印度音樂 然後尤其北印度Hindostan音樂的 有一個大師叫阿拉丁康 然後阿拉丁康他其實是Ravin Shankar的上師 然後他其實有兩個非常傑出的學生 一個叫Nikiru Banaji 然後他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系統音大師 然後另一個是Ravin Shankar 然後其實很好玩的事情是Ravin Shankar其實彈得沒有很好 然後所以 然後他的上師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非常有智慧的 所以他覺得Ravin Shankar是可以去做流行跨界 所以他准許他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另一個西塔琴大師 他的音樂非常靈性非常棒 然後我覺得他 他反而不讓他去走這條路 然後他是走很傳統的 然後甚至他的音樂就是很像是那種戰神 那種聖歌的那種感覺 我小時候聽過一句一個說法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那個每個音樂類型都是一個很深的一個領域 以前有人這樣跟我講過 他說其實馬悠悠的大提琴或許沒那麼厲害 但是馬悠悠的貢獻是他做了很多跨界 比如說他把Tango Piazzola的東西做結合 所以搞不好是不是這樣的狀態 以Ravin Shankar對於印度來講 西塔琴來講 而且還有一個事情是 我覺得可能剛剛講他上師讓他去做 所以他們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路線 一個是傳統 然後他探索很極致的西塔琴 但是Ravin Shankar他的厲害之處就是 他把西塔琴介紹給現代社會 然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你可以去看Ravin Shankar的演奏影片 他演奏的東西在Ustok上面 他非常抓住西方人 然後那時候喜歡搖滾樂 他演奏的形式其實都是精細設計過的 這其實背後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其實跟我一個音樂學博士的朋友聊過天 然後其實我們一直以為說 印度音樂很古老 但其實沒有 就是印度音樂其實 他們在可能19世紀初的時候 因為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其實這一些印度音樂大人 他們其實20世紀初的時候 就去歐洲巡演過了 然後在巡演的過程裡面 他們一直在抓 現在西方的觀眾喜歡什麼 然後他們其實西方觀眾很喜歡 印度樂器做solo 所以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在創造一種 新的印度音樂的形式 然後包含西塔琴 solo 然後以前 例如說 印度的那個首鼓叫Tabla 是專門幫西塔琴伴奏 然後其實以前這個鼓 是非常地位低下的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地位低下嗎 是因為塔琴伴奏是用動物的皮革做的 然後他殺身 所以他其實在印度教裡面 就是你用過皮革 這是非常低下的樂器 高種性能不去做這種事的 然後他們去巡演的時候 觀眾想要聽塔琴伴奏的獨奏 所以他們就特別去演化出 然後直到現在 你再去看塔琴伴奏 哇他們打的獨奏 很瘋狂 但他最早 他其實就是一個沒有低位的伴奏樂器 所以其實 我覺得也是從20世紀初的時候 印度音樂一直發展到 最後Lavichang在Ustark上面 他們帶來這麼精彩的演出 那個結構是他們探索了其實 我覺得搞不好有半個世紀吧 OK 那你這樣子 因為之後你比較特別的是 就像你前面講的 你很喜歡接觸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的樂器也學了很多種 從一開始的吉他到西塔琴 然後後來你又學了 譬如說你今天也有帶這個手碟來 那可以稍微 你還有幾種樂器 其實我 我大學的時候 我很喜歡一個音樂家 他是德國音樂家 他叫Steven Mikus 然後他是 他一輩子的專輯都在ECM裡面出 然後他會300種樂器 然後我曾經有一度就是 想要往那個方向走 年少輕狂的我就想要學300種 那我現在差不多10種以下 然後 對 還有 我有演奏 例如說 非洲星巴威 有一個母子琴非常古老 他叫Embira 然後也有澳洲的一個非常古老 四萬年歷史的木管 叫Digridu 所以你學這些樂器 其實都跟 有點跟宗教 然後有點跟這個 古老的心靈 這些有關係 為什麼 這個應該也 除了音樂本身 除了聲響本身以外 也跟你自己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信仰 我覺得有一部分的 我是蠻崇敬自然 我蠻信仰整個自然宇宙的律法 所以其實這些樂器出 像例如說西塔琴 他當然只有宗教的意味 但是例如說其他的像澳洲 或是比較部落的精神 靈性的音樂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是從信仰大自然的 所以一方面我會去 然後他們的那些樂器的聲響 其實都很像大自然的聲響 大自然 對 然後我非常對這些 這一種很自然 然後很野的聲音 我其實還蠻迷戀的 我想起來了 我曾經看過你一場演出 你拿那個雨 雨聲棒 對 雨聲棒 就是他轉過來會有 雨的聲音的 所以你是喜歡大自然的聲音 透過樂器重現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對 有點像是我想要藉由音樂 然後去重現一種自然的宇宙 好 那手碟這個部分呢 對 今天你也帶來了手碟 那手碟這個你去學習他的這個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你開始接觸到他 因為手碟最近很夯對不對 對 他最近很夯 對這幾年常常會看到有人就是 手在那邊繞來繞去 就是你會 可是你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第一個看到手碟的感覺 我覺得 像水盆 對 那是我對他的印象 好像是我們的手在水盆上面晃動 好險你沒有說像草菜鍋 你這樣講也是有點像啦 對 可是為什麼我有個水盆的印象呢 是因為感覺好像手在裡面繞水 然後水跟這個器皿產生了一個摩擦 就產生一些好像水波紋的這個晃動聲 這是我自己想像 因為我都會用一種比較 自己的方法去想像 可是手碟我覺得他特別是 他是一種很輕柔的 好像有點像我們心跳的那種聲音的 可是很輕柔的感覺 但是就像我剛剛跟你聊到的 好像某些角度 這個或許你可以 大概為我們介紹一下 他敲起來的時候卻有點像弦樂 就好像在波弦 這個是覺得很有趣的 因為他不是應該是 這又回到了很多旋律樂器 本身也是節奏樂器 敲起這件事情 可是在一個這樣的一個碟子上面的時候 卻可以產生 那麼多不同角度產生的聲音的時候 是很有趣的 是 手碟基本上上面有大概有幾個音 基本上 其實最早的手碟差不多就是九個音的手碟 然後最早的手碟製造的 最早手碟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有的 這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好 其實手碟的前身 雖然大家覺得這個樂器的形式很新 但它其實它的本質是一個金屬的打擊樂器 那其實我覺得金屬打擊樂器在地球上 在人類音樂文化裡面 它也有一個蠻長的一個時間 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然後它的前身其實是 加勒比海有一個steel pen 就是有一個像油桶的鋼骨 然後它就是用油桶然後用鐵錘打 然後它凹下去 然後它去敲擊出不同大小的音區 的tone field 然後那個音區的大小它就會產生 然後它是用表面張力去產生旋律音階 所以它音區的大小跟張力會影響到它的音階 所以那個音區的大小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手碟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凹凸的地方 它就是ok好 那個地方就是像它的音區 然後它大小會 就有點像是 越大然後它的頻率就 那個頻率就越低 然後越小然後它的共振就越高 所以它就會產生音階 然後你去調音的話它會產生音階 然後其實它的前程是加了別的steel pen 然後這個故事也跟印度有關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那時候你知道如果你去過印度旅行 就會你去到那種背包客棧 你們就看很多外國人背著樂器旅行 然後手碟的誕生我們就要謝謝幾個外國人 背著很大的油桶 就是那個steel pen很大啊 它就是你想像你背半個油桶去印度旅行 然後他們背到印度旅行之後 覺得這個樂器實在是太重了 然後剛好有兩個人就是他們是 他們就是手碟的創造者 然後他們其實是做steel pen 那個鋼骨的調音師 然後他們就是接到 例如說客戶那個提案說 這個背著去印度旅行實在太重了 他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把那個油桶切開來 然後他就等於說把那個音區 就像是手碟的一個面 它就是兩個圓形的槍體蓋起來 就像變了飛碟 然後體積就變得很小 他剛好跟希塔琴相反 希塔琴你剛剛前面講到 先小後來變大 對 然後這個手碟是從大的筒子 變到薄薄的一片像鍋子這樣子 是 ok 剛好 然後自從它被做成 手碟是什麼時候開始油的 2001 那很新欸 很年輕啊 非常新欸 team age 20歲年輕 但是這個筒子是什麼時候 這個筒子存在多久 你剛剛講的這個 我覺得筒子可能有 100多年的歷史吧 我有點不太清楚 但是絕對比手碟久很多 對 而且可能跟加勒比海那邊 他們自己的 例如說可能西非的移民的那個歷史是有關的 對 要再查一下 但我覺得存在的時間應該蠻久的 嗯嗯嗯嗯 那你被它吸引到的原因是為什麼 就是開始你想要去學這一塊 嗯 其實那是有一個機緣就是 因為我 我之前一直出過旅行嘛 然後我也我有去受邀去一些 例如說去國外演出 對 配緣去了很多地方 譬如說雲南 然後譬如說 看一下 反正我看了你很多表演啊 在這個 你給我的這個資料裡面 蒙古 巴爾幹 然後甚至 你真的是跑到非洲去學了 非洲我還沒去 但是比較好玩 但是那個拜師 因為你有學到跟那個非洲的老師 對 然後那個非洲的老師 他來亞洲巡演 然後他來日本 然後很好玩的是 我是在那個 好像是在什麼 東京的那個秋葉園 然後跟他 很潮的地方 然後跟他學 算是拜師 然後學母子情 OK好 對 所以你也是那麼多地方去旅行學習嘛 對 好那我們繼續講 你跟這個手蝶的 對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的旅行的原因 然後我開始認識很多國際的音樂家 然後 所以說他們來台灣演出的時候他們會找我 嗯 然後就有點像他們的經濟人兼保姆啦 OK 然後跟手蝶的緣分就是 就是我在17年的時候 那段時間有三組手蝶的大師來 就是很先鋒的手蝶樂手來台灣 然後其中一個朋友是 他非常有名的手蝶樂手 他叫Daniel Weibo 他是手蝶的 算是最有名的一個先鋒 然後他有一支YouTube影片很有名 他就是在地下道 在英國的地下道裡面演奏手蝶 然後 所以其實我覺得跟手蝶的機緣是 他們來演出的時候 我就跟 算是帶他們在台灣巡演吧 然後近距離這樣接觸這個樂器 我哇 聲音 而且因為我覺得手蝶的音樂很空靈 而且我覺得也跟我最近的心境是有關 就是像之前講到說 印度的傳統 不是我們必須要抹 就是 抹除掉自己 Eraser這樣 Eraser你的自我這樣 然後 反而手蝶這個東西 他完全沒有歷史包袱 他是一個全新的樂器 然後我覺得 我那時候的心境是 哇我很需要一個全新的東西 樂器 然後他沒有一個流派 他沒有一個脈絡 然後我 而且剛好三個大師來 對 你又是他們的向導跟 就是 不學白不學嗎 趁機抓住這個機會學嗎 沒錯沒錯 就每一天 陪他們的時候 然後就會抓過來說 請教我手蝶 OK 那我們就來表演一下吧 好好好 OK好 好 在ET打開手蝶的同時呢 ET我想請問一下 手蝶這樣的一個樂器 它可以最多幾個手蝶 就是 要怎麼講 就是說 你曾經 知道的 一次有多少手蝶 同時 成為一個 表演的曲目 基本上 因為手蝶一個 一個手蝶可能 但現在的趨勢是 因為手蝶的工藝在進步嘛 從早期的 九個音 十個音的手蝶 到現在其實 最多手蝶可以做二十個音 然後二十個音的手蝶 它其實可以演奏的旋律就非常多 然後 其實早期的時候 例如說 只有十個音手蝶的時候 我看過有 網路上有一個手蝶樂手 然後它用五顆手蝶去打巴哈 就五個手蝶 五個手蝶的音才夠 那現在一個就夠了嘛對不對 對 甚至 兩個 然後你就可以 你可以湊齊四十個音 然後你可以把半音階都湊齊這樣 對 好 來吧 好 從哪裡開始 都可以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手蝶就是 好我現在重新給它 詮釋一下我對它的感受 像龜殼 對 然後上面就是 這個是真的像你講的 我第一次那麼近看的手蝶 它的這個凹洞真的大大小小 可是這個凹洞很特別的點 就是說每個 這個凹洞我形容一下 可能是我們的一個虎口那麼大 左右的凹洞 甚至在小小小一點就像核桃或者是像這個櫻桃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每個凹洞它的外圈 也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形 這個波形是我們擊掌擊出來的一個痕跡嗎 這個波形其實就是它調音的陰區 調音的陰區 然後這個叫做這個小小的凹洞它其實是 這個凹洞它其實是有點像這個凹進去的結構它提供了這個陰區泛音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陰色的然後調音上的結構這樣 好啊那我們就先來表演一下給聽眾 好我就來一段 地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一直听到上面那个节奏在响的时候 它就是鼓了 可是当你在下半区这一块 就是小凹洞的地方在打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像弹奏竖琴 所以很微妙 就好像是一个 我现在对他感受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粗犷 很原始的敲击乐器 跟一个很比较优雅 跟比较高级的乐器 就像我常听摇滚乐的时候 我听到竖琴在里面 或者听到直滴在里面 就有一种高级感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因为 或许是 那个是对一些古典乐器 或者是说 我们听到大剑琴 跟管风琴的时候 就会想到宫廷的古典乐那种感觉 所以你刚刚在演奏的时候 我同时有这两种感受在里面 它既粗犷 然后又很优雅 是 这个很有趣 然后就是例如说 像竖琴的部分 就是它可以这样 但是从节奏乐器 有它又可以 像 它可以有点funk 然后有一点groove 你可以把它当鼓翘 对 好 所以其实它蛮有趣 它虽然是一颗手蝶 但它里面 它的上面可以有 非常多不同的质感 甚至你可以拿 东西敲它吗 除了手以外 可以 也可以拿鼓棒 或者是我用 我用我的鼓节去敲 或者是 然后 你可以用鼓棒 然后也有 你可以用手掌去敲 好好听懂 我完完全全 我觉得它的包容性好强 对 因为西塔琴当然也很棒 可是西塔琴就会有一种 很强烈的 一种 风格 地狱性就出来 可是手蝶就 手蝶它就会一直让我们想到 当然也会有一点点水晶音乐的感觉 那样的感受 但是突然有一种 很微妙 对 好像 对 我现在无法形容 对 心有点 好像在坐电梯的感觉 我觉得 就是一直向上提升这种感觉 我现在有这种想法 好 那我问一个 它怎么调音 这个很微妙 对 你刚刚讲到调音区 对 在坑洞旁边的这个比较大的波纹 就是 可是一个锅子 如果我们想是一个锅子的话 是一个龟壳的话 对 它要怎么样 在凹洞产生的旋律大小 产生音阶的状态下 你要怎么在这个上面调音 这个 它调音非常有趣 也非常hard code 它是用铁锤调音 然后你就是 你这个音区 它去敲击这个铁锤 而且它其实它的调音方式 你要复杂的事情是 因为一般选乐就是 选的松紧嘛 那个调音钮 你把它转紧就变高 然后降低 它就变低嘛 然后就 适中 你调音机就调到了 那首碟 它是 你看它是一个 立体 它的音区是一个圆形的平面 然后 你怎么去调松紧 所以它其实就牵扯到数学 它是一种表面张力 就是你铁锤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变紧 那你要 最后 你要去 去 用整体的表面张力去 去调音这样 好 这个就是 多久要调一次 这个 现在 因为台湾 还没有调音师 对 所以 就是 目前就是 我要等之后可以自由移动 而且这颗 这颗手碟其实是 Daniel Whipple的手碟 他来演出 我就把他 让我 给我爸 然后我就把他 把他那个 对 然后但他 他其实是美国做的 所以我可能之后 如果有机会去美国演出的时候 我再拿回去美国跳音 对 好 那 当你接触这些乐器 以后 然后到现在 你现在几岁 三二 三二 所以十九 也大概十二年的时间 对 差不多 你觉得你开始接触这样的印度乐器 或者是多种族的这种不同的心灵相关的乐器 对你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些东西 包括你刚刚在讲的 比如说宇宙也好 心理也好 因为不得不讲 也请你聊一下 因为以前跟很多这一类型的人做过访谈的时候 他们比较是以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喜好来做出发 还有一个对身体的舒适跟舒坦的状态 可是你比较特别是从音乐 因为音乐带领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 对不对 比较身心灵的 你觉得这两个的关联性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又可以回到一开始开头 你不是问我说 我的自己很好笑的定位的那个音声艺术家 我觉得其实我最早会对这样很灵性 比较灵性的音乐 甚至对比较实验的声音或声音艺术 感兴趣的那个核心 其实我觉得我是对声音的本质很感兴趣 然后我曾经我记得 声音的本质的意思是 为什么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吗 这个东西是这样吗 或者是声音的本质可能是震动或波动 Vibration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他其实就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 一个数位艺术家 然后他住在伦敦 但他现在变成一个刺琴师 他从完全刻意 然后他是一个coder 一个很棒的声音的数位艺术家 但他现在全职做事情 然后我们就在聊 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学印度音乐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感兴趣的是 印度音乐的哲学里面 他们相信 废陀基里面有句话 他说声音是神 音乐是宇宙 所以他的意思是其实说 例如说我们现在的宗教信仰里面 就是很多神是很具象的 但在很古老的信仰里面 他们相信神是一种 Vibration 是一种震动 然后他是一种 一种纯粹的能量 然后甚至你在印度的哲学里面 他们相信 例如说 施婆神 施婆神其实是一种 或是Shiva 他其实是一种 Pure Consciousness 他是一种纯粹的意识 然后他是一种波动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聊说 印度的哲学里面 他相信声音是神 音乐是宇宙 然后你记不记得 如果你们有去过瑜伽课的话 你们第一件 上课的第一件事情 跟最后一件事情 可能都是 O 然后那个O 其实就是 在印度的信仰里面 那就是一种宇宙 的基本的波动 他就是一种创造宇宙的波动 然后我跟我那个 朋友讲的时候 他就说 现代的物理学也相信 整个宇宙其实是建构在波动上面了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 我会去探索这些事情 其实我是对 那个声音 最本质的那个现象 这是很精神性的面向 然后我有疑问 然后我藉由这些乐器 我去寻找答案 是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当你 我相信啦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 你应该会 在探索更多 跟这个有关系的 各种不同的乐器 让这种不同的声响 进入到你的音乐里面 而且我也知道 你也做大量跨界 跟不同的领域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 对 讲一个 你说你刚闭关一个礼拜 为什么你需要闭关 因为 我觉得这就是另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 包含就是我 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 我不是去学音乐 但是我其实去到 菩提家业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那个 在我音乐旅程的开始 其实我觉得 心灵的探索跟修行 或禅修对我来说 很重要 然后这些乐器 其实我觉得 另一个角度来说 它其实是我的 另一个禅修 所以它其实跟我 做闭关 借由禅修闭关 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然后 但是 我觉得音乐 以音乐当成禅修 它有一个很棒的事情 它可以分享这个震动 这个波动给其他 其他这个世界 然后跟 所有的生命分享 但是如果只做禅修的话 你就 你就会 有点像在自己的世界 或是你在你自己的 Cave 洞穴 都要有啦 对 然后 但是 例如说为什么要闭关 我觉得 另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借由闭关 或禅修这件事情 它会提升我自己的 精神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非常微妙 就是虽然我 就是我觉得可能一般的音乐家 他们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几天不练琴 就是因为那很重要啊 你如果你没有练习 那个 你可能肌肉会 有点像是 你的技术会退步 但是 我觉得闭关完之后 有时候精神提升 虽然技术有点退 但是反而我在演奏的时候 我会找到一种全新的质感 然后跟 就是有点像是我的精神变了 然后我演奏的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有点像是那个闭关 就是我觉得是 一双翅膀吧 就是闭关它或禅修这件事情 它帮我提升整个对生命的了解 然后我再把这个了解 也藉由音乐尝试传达出来 练习可能 我们一直演奏它就是练习嘛 有时候我们得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 可以重新的去演奏这些乐器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 就创作者就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就 你就不是乐师啊 你是创作者嘛 创作者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最后呢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最后呢 就也收入了一首 这个配原的曲子 那作为这个最后 我们大家可以去 更完整的听他的一首曲子 关于这个 西塔琴的嘛 对不对 我应该会放手叠 好放手叠 好那就手叠了 好OK 那今天就谢谢配原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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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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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